狗虫狼贼 狗虫狼贼 如果宋江不予阻拦 狗虫会不会杀了高球 答案可能会让你失望 不会 到底该如何形容狗虫 我呢 并不准确 理智 而且还是追求到恐怖状态 让人不由生畏的理智 才是林冲 就因为这份理智 才能让林冲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有根可循 有因可查 林冲清楚 杀了高球就等于破坏了招安计划 得罪宋江暂且不言 还会得罪梁山绝大多数支持招安的好汉们 杀了高球 大仇得报 但林冲如果继续留在梁山 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可不留在梁山 林冲还能去哪里 也就是说 杀了高球就等于断了林冲的后路 甚至让林冲没有了活路 就林冲的历来理智而言 他当然不会犯下如此大错 宋江可是抓住了林冲的这份理智 并且巧利用之 一次次一步步逼死了林冲 高球被携上梁山之后 燕青 注意是燕青 赶紧向林冲传达了这个喜讯 此时的燕青早已成为宋江的坚定追随者 更是招安计划的坚定支持者 那他为何要将这个消息透露给林冲呢 这不是故意窜夺着林冲前去杀了高球吗 这不等于间接破坏了招安计划吗 其实这正是宋江的安排 正是宋江逼杀林冲计划的第一步 宋江知道林冲理智 知道他不敢在梁山上杀了高球 可将来呢 就算招安工作顺利完成 林冲对高球的仇视也不会消失 如果那时候再杀了高球 宋江就会第一个受到连累 甚至会让招安工作前功尽弃 所以宋江只能杀了林冲 所以宋江才会命燕青将这个消息透露给林冲 听到这个消息 林冲立马亢奋起来 伸手抓过墙上的刀 急切要求燕青带路前往 我们来看燕青给出的回答 林家头 带路可以 你可千万别说是我报的劲 欲盖弥彰 这就是典型的欲盖弥彰 朱砂高球这段大事一旦事后追究 燕青还能撇心责任 燕青不是担心事后追责 而是担心欺骗不了林冲而已 行了 经典水火的恐怖细节处理又出现了 我们来看林冲的反应 那当然 那当然 第一个那当然是仗义表现 是回应燕青要求的该有反应 第二个那当然则是对林冲 急切辛勤的真实反应 只要能杀了高球 让我怎么着都行 哪还能出卖你 可等到林冲带兵冲向梁山总部 扣门紧静的时候 守门询问谁在敲门 林冲爆出名号后 守门便立马给出了回应 既然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为何还要询问谁在敲门 直接赶走就是了 很明显这条禁令只针对林冲一声而已 目的在于再弃林冲一把 注意 被拒绝以后的林冲虽然愤怒 但却也理智占了上风 并未硬撞 而且林冲的这种理智 甚至坚持了数日之久 直到宋江找到高球 商谈招安条件 陆志生再次找到林冲 林教头 你还等着干什么 再不动手 可就完了 作为林冲悲惨遭遇的全程见证者 鲁志生深知林冲心中怨恨 这句话既是哀其不幸 更是怒其不争 李志如林冲 为何就听了鲁志生的话 再次操起刀冲向高球 和深仇大恨有关 林冲再是理智 也熬不过心中仇恨的煎熬 也总想杀了高球 更和林冲可怜的面子有关 林冲和高球之间的仇恨 鲁志生最为了解 在鲁志生面前 如果林冲再没点血性 再不给点愤怒反应 可就太窝囊了 一句话 鲁志生的这句话 让林冲心理上过不去了 面子上挂不住了 只能被逼着冲向高球 高球这边刚刚和宋江 达成初步共识 只待敲定最终的下山时间 林冲便带刀闯了进来 哪里走高球 一看林冲来了 而且还携带着致命武器 宋江赶紧大喝一声 林冲头 注意宋江只是喊了林冲一声 并没有明确表达阻止的意思 为啥 因为他知道林冲有这个理智 没这个胆量 再来看林冲的回应 大哥 你别管 然后宋江真就立马闭嘴了 而且长时间没再发言 算是给林冲留够了报酬的时间 可有了充足的报酬时间 已经愤怒到了极点的林冲 又干了什么 并未一刀解决问题 而是和高球一起回忆过去 落实高球真正该负的责任 你还认识林冲吗 你也有今日啊 我要用你的头 祭我娘子的不散冤魂 结我十年 死到林头你还想抵赖 我问你 在白虎街堂设计陷害我的是谁 判我死罪不成 要在刺配途中 杀害我的又是谁 说 这一套迷之操作就连真佛都看不下去了 赶紧给出提醒 还跟他啰嗦什么 杀了他 大哥 你是真行啊 我算服了你了 注意 鲁之身的这句提醒并未激怒林冲 反倒是让宋江给出了反应 冲着林冲大喊一声 杀不得 不是相信林冲的李智吗 不是相信林冲不敢杀了高球吗 宋江为何就慌了 此时的林冲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李智和冲动就只在一线之间 如果没人刺激 李智定会占据上风 可但凡有人给出一句迹象 冲动就会立马战胜李智 林冲就会立马捅了高球 也就是说 鲁之身的这句话 基本相当于林冲心理活动的分水岭 更是宋江控制整场局面的关键转折点 于是林冲被众好汉强行脱走 徒留毫无意义地宣泄 我一定要杀了他 杀了我 杀了他 狗贼不共戴天 我要杀了他 好了 综合这场紧张的对峙过程 宋江先是相信林冲的理智 留给林冲报仇的时间 将林冲对高球的仇恨和愤怒逼到极点 然后等到鲁之身给出刺激 林冲马上就要冲破理智的时候 宋江再及时给予阻拦 并斩断林冲的复仇计划 抬到高处 再狠狠扔向地面 此时的林冲已经具备了被气死的充分条件 另外 我们再来注意一个细节 鲁之身陪着林冲前往 并非空手 而是带着武器呢 朱砂高球 林冲一个小手指就能完成 鲁之身为何还要携带武器前往朱针 鲁之身的残障可不是用来对付高球的 而是等到林冲真想动手 帮林冲拦住其他人的 论江湖大义 鲁之身从不妄杀一人 论兄弟情义 鲁之身绝非空喊口号 这才是真佛 才是梁山唯一的好汉 无奈返回住处 林冲反倒来了劲 恶狠狠喊出口号 不杀高球 我势不为人 有了刚才的锅囊表现 换做别人早就不再搭理林冲 可鲁之身仍旧给出了信任和安慰 注意鲁之身可是二龙山的扛霸子 手下兄弟中毒 为何偏就选择了 燕青盯着 不让林冲亲眼看着高球离开 不让林冲亲眼看着爆出的机会彻底消失 林冲又怎么会被气死 所以高球离开 林冲必须知道 而且还要恰到好处的知道 燕青就是这个任务的执行者 等到燕青赶来汇报高球下山的消息 林冲到底没能追上已经乘船离开的高球 等到林冲愤怒喊着高球的名字 心中别闷达到顶点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宋江的表情 既有意料之中又有毫不在乎 整个面部表情汇成了一句话 来了高球已经走了 有招想去没招死去 愤怒后悔窝囊 别闷同时涌向林冲的心中 在高喊两声高球老贼以后 林冲气血上涌 口吐鲜血并坠下马去 再看宋江的反应 兄弟 这声兄弟虽有愧疚 但也只是达成目的以后的愧疚 再看鲁智深 大喝一声 一拳打倒了一匹马 鲁智深难得一见的愤怒 针对的是谁 请注意宋江紧跟其后的一句命令 很明显 鲁智深的愤怒针对的就是宋江 因为宋江的阻止 林冲未能杀掉高球 因为宋江释放了高球 才让林冲彻底失去了报仇的机会 才让林冲气到吐血 武松发火 宋江也只是不敢硬刚而已 鲁达愤怒 宋江才会真正畏惧 注意 这份畏惧 并非因为鲁智深二龙山扛霸子的身份 只是畏惧于这位真佛的恐怖破坏力 金刚怒目方能降伏死魔 真佛发火 梁智深恐怕都会被夷为平地 所以宋江害怕了 才会赶紧想办法安抚鲁智深 才会赶紧呼唤大夫 尽量争取鲁智深的原谅 只是这次吐血以后 林冲从此卧床不起 并在梁山迎来正式招安的时候撒手离开 宋江的目的达成了 而林冲就只剩下一副孤零零的战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